在草皮鋪上野餐店超愜意 成雙成對情侶或是大人帶小孩一家人 不只享受眼前美食 更要感受慢的精神 一旁數一數超過30個攤位 準備的特色料理 從後山台東原封不動帶到台北 讓其他地區民眾也能參與台東慢時節 12月4號 5號轉移陣地 活動開幕式請來海端香 砍頂部落奇老帶來優美八部和音 品嘗美味之魚 更要在歌聲中一秒到山海之間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慢這個字 它除了是速度上的慢慢吃之外 它更是一個善待土地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食物 從土地生長起來要慢慢的長大 這回主題很會餐桌 從自身文化土地認同建立 想要把台東的生活模式複製輸出到台北 透過最真誠的美味 讓每天生活節奏緊張的人 暫時chill一下 縣長柔慶林推薦品嘗這道 大部分我知道北部現在很流行做這個法式甜點 但是讓您吃吃看 有台灣台東在地的食材做成的這個甜點呢 其實對自己很健康 而且有你想像不到的美味 不只有市集跟攤位 兩天活動一共六場封土飲食講座 解析像是海線山線南迴咖啡喝起來的口感居然不同 還有部落傳統作物油盲怎麼化身成為法式千層酥 透過慢食料理人一一講述 她只會開始用 Whew 讓妳看這一個鍵 浴泉 好